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上证指数 下跌了50.46点 跌幅2.11% 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几乎各大投行 像高盛等都下调了 对中国2012年GDP的增长预期 那么对于第二季度 本来大家预期第一季度8.1%已经触底 第二季度应该是8.5% 目前大家都把它下调 甚至到了7.9% 认为一定会跌破8% 主要的原因就是欧债危机 跟中国最近所公布的几项数据 显示出来中国从4月份开始 它的进口几乎是零成长 它的出口也开始大幅的趋坏 甚至它的内需都已经萎缩 大家都不敢投资 也不敢花钱 美国甜点连锁店 Mrs. Fields大张旗鼓 一口气在北京开了两家分店 A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mproves the demand for sweets has also grown People want more variety in their desserts now Whereas before They were just worried about having enough food to eat Mrs. Fields来自美国由她 原本锁定中国成为他们在海外最大的市场 但美国老板看到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 脸色铁青 雄心壮志的展店计划不得不先暂缓 各大国际奢侈品牌在过去几年把中国视为主战场 也是他们在全球销售成长最好的地方 但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发表声明 今年的第一季度亚洲奢侈品消费成为增长最慢的地区 受到影响的包括旗下的LV、Seline、Bandy等品牌 意大利Kutsi的CEO也在上个月的电话会议中表示 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开始变慢 第一季的销售增长从去年同期的30%减到20% 与此同时各大奢侈品牌都做了同一个动作 减少在中国的广告投放量 大陆央行公布代表外资动态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 4月份余额较上月大减605.7亿人民币 外资能再净有出 而4月份FDI金额84.01亿美元 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74% 无法吸引外资的经济放缓现象 从几个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更为明显 1至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 相较1至3月的20.9%进一步下滑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更是08年金融海啸后首次回到个位数的9.3% 而这数字在3月时还有11.9% 虽然是外国人的评论 或许贴近了中国官方的说法 但大陆经济转型同时 遇上欧美债务危机持续蔓延 外贸萎缩的速度远比想象中的严重 前4月进出口总值只有增长6% 今年要保时的目标面临挑战 而4月份的工业用电年增率只有1.55% 创下16个月以来的新低 这直接反映企业因接不到订单 停工甚至倒闭的总境 投资放缓出口不行 大陆内需市场更是毫无起色 刚做上全球第一大测试的中国 可能会被摘惯 不再像过去两年两位数的增长 今年1到4月的汽车产量只有微幅成长0.47% 销量更是激动负成长1.3% 事实上大陆在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名售总额 虽然较上年同期增长14.1% 但低于3月份的15.2% 而成长力道从年初以来一直萎靡不振 实体经济需求不足也导致信贷增长乏力 大陆4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6,818亿 远不及于3月份的1.01兆 上海证券报更报导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 在5月前两周的信贷投放几乎零成长 倒是存款流失了2000多亿人民币 资金出走的情况更为严峻 欧债风暴让大陆经济转型变得尴尬 尤其政策选择上动辄得救 就拿注意左右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来说 温家宝两会时一句房价还没有回到合理价位 交习了地方松绑的蠢动 为抑制房价平息民怨 更深怕通膨巨浪卷土重来 面对危机官方无法大胆放松银根 一些国外的分析师就认为 中国官方在施政上已飞全然经济面的考量 大陆国家信息 中心公布最新预测 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率下滑到7.5% 原本预期第一季落底的经济情势 可能因欧债问题持续下探 上周大陆央行进行 今年第二次的纯准率调降 两码释放43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 但市场普遍认为 这是迟来有力道不够的手段 我们先试试试试试试试